在这水情吃紧的时候 清澈的地下水就这样被排放到水沟流掉 是不是能将这些水资源再重新利用呢 桃园卢珠区复兴里里长陈太阳想到 或许可将社区大楼抽出的渗漏地下水 重新集中再利用 成为抗旱新战备水源 因为这个大楼早期建商在施作的时候 外墙没有做好 就造成渗漏到地下室 那么整天不停的抽 光是这一条水沟就有两个排水口在抽 我想刚好旁边有一个市政府的土地 我们希望这边这个土地能够做一个细水池 让这个水排在细水池 然后再做适当的过滤 让民众来启用 让消防队来启用 我想这样的话 这个水质还不至于浪费掉 为了防止地下停车场淹水 大楼装设了许多抽水马达来排水 既耗费电力也白白浪费了水资源 福星里里长陈太阳希望 市府可以考虑将这些地下水 用来灌溉社区花园 甚至是作为消防设备的新水源 减少自来水的浪费 那么目前来讲所有的设计大楼 它的消防设备 它用的消防池 还有我们的花园的灌溉 都是用自来水 我想这个对来讲是一个相当浪费 那么在水晶池井的时候 如果这个水质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可以 针对这种案子来做适当的相当补助 那么让大家能够好好去利用 这个再生水 目前全岸仍有待环保局 进一步查验水质 然而一旦通过成立 福星里里长陈太阳期盼 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大楼 也可借鉴跟进 同时解决大楼漏水 和水库缺水的问题 一举两得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